白内障这个事情的时候 如果能够吃药是最好的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子 跟他分享一下 通常老年性白内障的出发期 我们在中医眼科上 分成四个类型 最常见的是一个肝肾不足形的 这时候我们就通常会给他 一个补义肝肾的一个方子 方子里边有枸杞子 菊花 熟地 山药 山鱼肉 车前子 女真子 芙苓 择谢 柴胡 这个方子除了对眼睛 他的白内障延缓他的发展 甚至于提高改善一些视力以外 可能对这个老人 在精神 体力 睡眠 甚至于饮食 都会有一些调整的 因为这个方子 大家可以分析 大部分都是补肝肾 明目的药 在明目的同时 可能这些老人感觉吃药以后 会觉得整个身体状况 都会有一个好转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 又是一个治癌病的方子 又是一个保健的方子 第二个类型就是属于脾胃虚弱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它要以后天来养先天 如果脾胃虚弱 它可能就会造成水骨之精气不足 那么肝肾 后天的来源没有 它化身精微的也比较少 所以这样就不能上注于眼 它不能仰眼 所以也会出现白内障 重点的一个是补脾胃 叫做补脾 异胃 同时给它明目 通常最常用的方子 比如像 党参 茯苓 炒白猪 制黄旗 肉桂 炒扁豆 炒蚁仁 苟鸡子 菊花 制甘草 这个是通过养它的脾胃 一气 把后天建立起来以后 来进行明目 早期的白内障 这一类的病人服药 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制止住发展 就是说延缓它发展 有没有那种先天后天 同时有问题的那种 也有 也有 而且挺多的 你这问题提得挺好 就是说理论上分成这些类型 但是你真正在实践当中 人呢 是千奇百怪 特别呢 好多病呢 他会 他不会按照你这分情去病 对 他可能会 有些这些症状 也有些那些症状 所以呢 有的病人可能 会有 这个交叉症状啊 出现 那么这时候在辩证的时候 就要权衡 他这个药方是针对他病情的那一部分 另外第三个类型呢 比较常现的就是气血亏损 有的老人吧 出现气血不足 比如像动泽气喘 语言无力 全身乏力 不愿意动 另外的面色呢 不是很红润 这个有的时候呢 可能睡觉啊 失眠啊 多梦啊 血不养心嘛 出现白内障 这时候呢 我们就给他 进行补养气血 然后呢 再加上一些局部的 眼科用药 有时候效果也挺好 方子 比如像 我比较常用的 像党参 黄旗 补气的都是 当归 白勺 川雄 深熟地 慢经子 苟鸡子 菊花 五味子 这时候既是一个 补气血的 同时呢 又考虑到 要把这些气血呢 上注于墓 有一些提升的 包括像这个慢经子啊 可以明目 清干 提升 最后一个呢 也经常会见 尤其是做儿女的 会有这种感触 这老爷子也好 老奶奶也好 老妈妈也好 有时候心里有点不痛快 一发脾气 过两天呢 说眼睛看不见了 甚至于呢 当时就可能看不见 这个呢 往往这些人呢 都是由于啊 阴虚阳亢 他的表现呢 就是平常呢 就是有点红透张脸的 脸上看起来很那个红 眼睛呢 也有点木赤 另外呢 口干 口苦 另外脾气特别容易急躁 有的时候点火就着 那么这种情况通常呢 我们都用一些清干 清干的药来明目 比如像我常用的方子呢 领阳脚粉 草绝鸣 清香籽 草枝籽 柴湖 草黄芹 龙胆草 沟藤 生地 菊花 这些个呢 它都是主要是平干 清干 同时有一点养 养阴的作用 就是说 让它这热呀 能压制下来 让这个阴份啊 能够提高起来 使得阴阳平衡 这样 他的眼睛呢 就可以保持一个 就是稳定状态 说到此处呢 就引发了我的一个联想啊 就是说呢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 看白内障呢 是把它当做一个眼 眼睛病在看 所以呢 好像治白内障呢 就是要做一些 白内障手术 其实从沙拉这地方来讲到呢 原来一个白内障 它只是一个表现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呢 里面到底是你的内障 出现了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不协调 所以呢 说中医是一个 很高级的艺术和科学呢 也说在这里 它完全的是要因应 每一个人的特征 尽管刚才沙拉说了 是有四大特征 但其实 这四大特征 很多的组合 万千组合变化方式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呢 真正的高级的 这个这个眼科大夫呢 它是根据你的内障情况 去调你的白内障情况的 对不对 这些人都不一样的